欢迎来到量子力学节目 我是量子 大家叫我量哥 那跟头条的粉丝们报告过 说我要报告一下 我是北京之行 这个北京之行 事实上有很多的惊喜 首先就是我到了北京机场 那让我惊喜万分 那这位大陆网友 他叫赵薇 他特别从新疆飞来北京 非常感动 那你们看到他手上拿了一只大叮当猫 比我在台湾的任何都大只 他说他每个礼拜看我大概十几个节目 就北京首都机场 新疆粉丝接机 量哥感动万分 那在场还有另外一位也是粉丝接机 有两位啦 事实上他们都是自己查出来的 我没有公告 我只有说 我不要做播音的 那他们就去查 就发现华航是播音的 所以他们就来查长荣 那长荣就是空客 那还有一位女生 我事实上这两位我都加了微信 可是那位女生的微信我没有加上 这个透过头条来找朋友 那位女生她微信的名字是用奇嘟嘟 那因为我没有加上 所以请这个嘟嘟啊 再跟我联系一下 这个就是机场接机 这令我非常意外 这个我在台湾也没有 我当代台湾当了十年的名义代表都 没有过这种惊喜 所以相当的感动 那这个就是他的大叮当猫 我特别放在我的床头 在当天晚上就拍了这张照片 那我们耿传媒团队啊 我们的领导啊 这个郑国兄 他特别因为要应景嘛 到北京总是要送人家一些东西啊 他就做了小钥匙圈啊 那用小弟头像做了一个量子力学的钥匙圈 那我们一路送给蛮多朋友啊 那他们看了都很高兴 所以在这里也把他拍摄下来做一个纪念 那另外我刚刚讲赵薇啊 新疆来的那位朋友 他知道亮哥是一天吃一颗苹果啊 所以他竟然啊认真到这程度 他在大陆的商店找了五种苹果啊 那每一包大概都有十颗啊 他总共带了五十颗苹果给我 所以我就把我当天晚上感动山东烟台的雀斑美人苹果 你看亮哥吃了苹果啊 确实吃了啊 那就把他照一张照片做了纪念啊 事实上他送给我五种苹果 那我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吃那么多啊 所以也分给了随行的人员啊 还有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啦 这个就是一种意外的纪念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团队啦 事实上左边那三位女孩子 最左边那位也是我们的幕僚啦 那那三位男生小弟之外 另外两位都是耿传美的 那事实上啊 这次去北京还包括了 我们也买了第二支手机啦 这个是荣耀V2 我跟各位讲说我要买一个折叠机嘛 今天终于拿到本机了 不过因为这个手机不是很新啊 我只跟各位讲 我们做到了 那未来摆在这里的手机就会变成这一支 所以今天很高兴啊 跟大家分享北京之行 那因为其他都是见老朋友啊 我总不能把我们的吃饭的照片 来跟大家做介绍吧 也来自南方的一些朋友啦 那在北京会的面啊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北京啊 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 那最高兴呢 当然就是见到了头条的粉丝啊 真是热情啊 我说哎呀 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啦 时机到了 搞不好可以来办正式的见面会 不过我还是要积累一下吧 因为 这个亮哥目前的粉丝大概 我今天看的数字大概是99万7千多啊 那即将往百万迈进啊 那这个希望能够跟大家继续成长 那未来我们到大陆或者到其他地方 觉得有意思的这个旅游啦 或者是个人得到学习增长的一些所见所闻啊 我们也会在头条来做发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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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